Hello, 大家好, 我做開場白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宏觀經濟》 今天是星期三晚 因為我明天公司有個Webinar 所以有機會比較晚一點 也感謝兩位拍檔, 願意遷就一下 我們就吞前一天星期三 不過呢, 正如Eddie說 我們就為了有個連貫性 亦都方便一路跟我們網友 依時依後就由G訂去找我們的最新節目 所以應該都會是星期五晚的半夜 即是凌晨的時候就會上載 所以那部份沒有變的 只不過是今天拍攝的時候 就是星期三晚 咦, 倒閉了, 剛剛美股開始了 喂, 咦, 怎樣? 你要補一補數字嗎? 要啊, 先騙一下 先騙一下 道指期貨跌了很少 跌了0.1%, 跌了29-30點 到28,200 也算是平開 對, 平開 其實S&P500也是平開 升了0.1%, 升了4點 到3,447 NASDAQ NASDAQ 升多一點 升了0.6% 到11,780 我剛才打個突 你看到我的反應就是 我本身是看著CRM的 就是Sales Sports 就是雲端的一些 就是一些報數 CRM 即是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的公司 這間公司很出名 出過業績不錯 初時打算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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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對於這些驚喜或驚嚇的股 都毫不猶豫 因為我見到有些 有個別略為地 差一點點 都是 即是 沽受是沒有任何的遲疑 是啊 我待會也會抓到Sales Sports 因為想說Exxon 不知道關不關事 它升那麼多 就是因為它入到Jones 這個ExxonMobil 會被人踢出這個 這個Jones 其中一隻換人 真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真是想不到ExxonMobil 等一下再講講 但不知道升那麼多 跟這個入到Jones 有些錢 可能ETF 那些 也有些機會 那 講一講 B Housekeeping 的東西 先休息一下 今天錄影的時候 就26日 明天 按照我們的慣例 就是9月一個禮拜 都是做直播 都是準備做直播 看我們 Encouni 第二就是 Facebook 場上 盡量每日都有個上伴 所以 涉及到我的 複劇 活躍 保持大家去一些話題 或者在逛街吃飯 看到一些香港的什麼事 有些靈感都想說一說 就保持大家在頁面活躍說話 收取大家課金 希望盡量做好一點節目 身為CTO 所以有些譬如今天都有說過 之前有答應過的 如果看到一些書 都覺得有些感受 都想可以分享一下 但譬如我們週末的節目 因為有時雷種一講一講兩三節 我都免得講一本書 那就不要了 不如我分拆上市 自己講一本書 開口之後就迫自己去看書 這樣不錯 最近看了一本 其實就是一個台灣的一個銀行 講財務的自由 雷種應該聽過 一個4%的法則 基本上你是 每年你花的費用 除以4% 就是你應該要獲得到 資金 為什麼要獲得到 4%呢 他就覺得你應該 每年可以獲得到 4%的回報 那個回報就是 用來給你每年的花費 你自此就可以 得到 一個 財務的自由 主要的概念是這樣 那本書都講了很多其他話題 即場也有講 讀不讀NBA也有講 都頗特別的 所以 就想分拆其他地方 去講一講 那個方向是這樣 然後 我見到有些 再看一些YouTube 其實做得很好 即是它的Analytics 就 很多不同的分析 包括性別 因為雷種的關係 所以 九一 九成是男士 一成才是 哈哈哈哈 你這樣說 就是我趕一下 哈哈哈哈 你吸引男士的目光 哈哈 不要想錯其他事情 因為你講 智慧型 專業知識 是啊 所以 我們特意讓路給你 今天就錄音 拍攝一些 所以 九成這樣 年齡之前 有講過的 其實 都 挺英俊 其實都是三十幾四十歲的人 是看得最多的 那 那個是一個 好像 三十幾四十歲 跟我這個歲數差不多 所以 都挺多人在我們的節目 然後 然後地區的話 那當然香港的節目 挺重要的部分 但是 北美 原來都是挺多的 那可能雷種的 有一些 遠房親戚 可能在 這個 東岸 哈哈哈哈 所以你們這些親戚 就可能在 幫手讀數 是嗎 是啊 我看見 明明 很明顯地 北美 一枝獨臭 在外國那裡 所以 可能這些親戚 親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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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戚的朋友 你知道 其實這個效果好像 一傳六 這樣就不行了 那 更厲害 遲些派你去開發英國市場 要啊 要啊 一定會看一看 所以 都可能會想 就是 有一點外景 或者什麼 等等 都約其他人去 去做一些 interview 等等 那 希望去做多一點 Reach 多一點 令到 節目的質素會更加提高 得多一點 那就 給多一點點意見 還有 有些人還是看過 但是 看過影片 但是還沒訂閱 我們那個 Youtube 盡量都Youtube 還有就是 播金就最好啦 但是如果不播金 都可以支持 傳閱一下給朋友 如果覺得 我們都講得OK的 有趣又生動的 不是這麼說號碼的話 都可以 分享給朋友 介紹給朋友 那麼 view數 是對於我們來說 一個無形的鼓勵來的 所以多多支持我們 那我騙了成7分 Eji 我想問問 剛剛說你Youtube那邊 撎到這些數據 其實他那些數據 是 就是 我想是 你一個Youtuber 他自己 在一個 profile 自己有回答他的 譬如說 住在哪裡 工作 他才有撎到 他不可能 他不可能 就是 除了這件事之外 是怎樣撎 譬如說 如果有人 要鎖到Youtube帳號 他才會有這些數據 如果是一個沒有 沒有鎖到Youtube帳號的人 看我們節目 就沒有這些數據 還有 這些profile 他自己要填的 他可不可以 有些人可能不填這些 其實你也知道 現在所謂的AI 其實就是一個 拆開一點點 譬如TikTok 為什麼人們覺得 TikTok的AI演算 做得這麼好 其實是一個歸類法 就是 從你那個西片 或者選什麼片 去看 就猜到你是男女 其實YouTube那裡 沒有填你自己男還是女 但舉例 為什麼YouTube 猜到我男 都常常看鹹的東西 別人的女性照片 又看一些愛情動作片 當然猜到我是 猜到 猜到是一個男性 所以他從這些得分 就猜到你是一個男女 他多數會用這樣的推演 去猜出來 所以 很先進 你說地域 更簡單 因為在你的IP 就知道你在哪裡 我在想 那個就反而容易一點 就是相對 譬如說 所以我就想說 你年齡這些 其實 你真的 如果你沒有這個 這樣的 profile 打進去的話 你怎麼去推算 一個人的年齡 這件事真的比較 譬如你經常看 長輩圖 那些 一枝花 那些什麼 椰花 不是 年花 然後就說 這個 好人一世平安 等等 他就猜到你年紀大 一些 但譬如我是看 一些 你知道 我很博學 譬如看沈教授 那些 的 影片 我就猜到 沈教授都看 會不會是年輕 三十多 四十歲 我又未追到 可能去看韓國的 很年輕 BTS 他就猜到我三十多 四十歲 他多數是用這樣的推演法去猜出來的 但是 因為你都看海量的影片 就是 我每天 其實現在看Youtube 是看得多過電視 很多很多很多倍 所以 就是 越海量的資料 就猜你的東西 就會更加越準 所以這個情況 嗯 OK 所以 下個星期應該都是會直播的 所以大家都可以支持一下 以及 預先問些什麼問題 我們可以 準備 還有 在IG的頻道 又開了 Youtube 又可以給大家多一些意見 還有 雷總有時候 有時候 你都會看回你 經典重溫裡面的 雲寬山丹裡面 雖然那些 topic 是比較舊一點點 但是你有時候 都會加一些註腳 下去 再加多幾個like 所以 所以 不是騙like 我覺得 如果有網友 即是 竟然連幾年前的東西 都有興趣 即是 納納的話 這樣 即是我們 應該 是啊 有什麼可能 你 都要回應一下 怎樣都 真的 實在很難得 看下去 其實真的溫故之身 現在都差不多 不過 就是 真的 都挺有趣 所以 大家都會 再努力做這個節目 希望 回歸大家的 無形的支持 沒錯 沒錯 這一節 就到 12分鐘 我們每一節都保持15分鐘 但是 很快的新聞就是 雷總 我看到今天的新聞就是 因為說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接觸過香港那邊公司 這間公司你一定聽過 就是Vanguard Vanguard 就宣布 撤出 香港ETF的業務 那 我自己小人之心 我就猜 是不是中美的 那個 那個磨擦 那 Vanguard 作為一個 黃牌級的ETF 公用商的公司 都撤離香港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但是 我自己 我真的沒有交易過 他的ETF 但是 頂看Vanguard的ETF 在香港 的成交額 都不算是很活躍的 最出色當然是 王牌級 譬如 iShares 對 iShares 或者是 黃金ETF Spider 等等等等 這些很王牌級 其實ETF 又是 又是 贏者 即是 越贏輸者 更加沒有人交易 Vanguard那些 不知道他們沒有打廣告 還是怎樣 很少 譬如之前 賭友 Samsung Oil 那隻ETF 在香港 交易都很高 Vanguard 就好像沒有一個 標籤 沒有一個 拳頭產品 如果你要追蹤 你就選Vanguard 這隻ETF 很少 以你所知 或者你有沒有接觸過 香港Vanguard 公司的團隊 你覺得 對於Vanguard 離開ETF的業務 在香港有什麼感受 其實我也是今天才知道 這個情況 我想 都要 這個就不是你身的 因為我自己 個人來說 我沒有持有Vanguard 的一些 投資工具 但是 我們公司 有些基金 都要用他們 一些ETF的產品 所以 在香港 負責 支援ETF 那邊的團隊 其實我們也有接觸 我今天收到消息之後 其實我沒有機會 跟他們那邊 比較senior 比較熟悉的 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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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 從他 公司的 公司 和我自己 一些 接觸的 想法 其實 如果看回 在ETF 的話 剛才Eddie 也說了 其實平行街的ETF 在香港 不可以算是很 街資漢文 相對來說 可能 反而比較多的人 就聽過iShares 事實上 來說 我想如果在香港 推動這個ETF 來講的話 iShares 是比較早 就是 在這裡 插資期 和早 另外 除了在香港發展的歷史 有先後之分來說 我想另外一件事 就是在香港 推的產品 是否適合香港的 一般投資者 的 口味 在香港 來講的話 iShares 都有一些 例如 比較主題性的 例如 例如 sector 等等 似乎 相對來說 會多些 香港的投資者 要是 散戶 就喜歡一些 即是 有些talking point 的東西 你不同 機構投資者 機構投資者 很多時候 有些是 叫做 strategic allocation 即是 有些是 大框框式的 投放 那些 其實不需要 很多 花巧 灼頭 其實不需要 所以 即 即 機構投資 和散戶 有些 興趣 有些不同 而我覺得 Vanguard 來講的話 在香港我見到的產品 其實是比較大陸的產品 譬如可能 一些地區性 個別市場 以及比較多些是美國相對的 因為我見到 譬如我們公司 我們有用開的 因為我們iShares 和Vanguard的 ETF 我們都有 iShares 譬如說一些 可能是行業類的 ETF 它是比較環球性的 Global 一些 Vanguard 那些 有些行業的基金 是美國的行業基金 那 即 在香港的投資者 你散戶來講的話 或者機構營的話 其實 它可能想要一個 Global的 一個Exposure 那如果你的行業基金 只是美國的行業來講的話 其實又不是很 就是 完全是 適合的 所以我想 這個也是 就是 在它那個產品的選擇來講的話 在香港 它 一直以來 就是推的產品 未必是 最迎合到香港這邊 無論是散戶也好 機構也好 因為其實 看回我們自己來講的話 我們比如說 我們iShares 和Vanguard的 ETF 我們都有 但是如果以 就是比例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iShares 我們用的比較多些 因為它們似乎 比較 適合到我們想要的 的東西 我想這些都是有關係的 所以我又不覺得是因為 就是美國 或者你說 就是對 就是美國 基靠在香港的一些 身份的問題 這些 我相信未必是完全 就是一些政治的 考慮 又不需要說 每次都燒在那邊 我分析沒有你這麼讀到 就是比較狹隸 聽完雷種之後 就知道了情況 那我們下次回來再講 好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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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